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唐人環球直擊 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有 中國腦炎患者增多 死亡率比白費更高 人權律師吳紹平表示 李大師忠元起敵人心 嬌人苦中堅信神 觀神韻超脫凡塵 一界精英沉浸在美好中 林舒豪返臺 正是加盟高雄時期直播鋼鐵人 首先來關注中國的消息 中國疫情持續爆發 近日在多地 染疫引發的腦炎患者增多 其死亡率比白費更高 據陸媒報導 近日深圳 上海和浙江 杭州等地 染疫引發的腦炎患者增多 深圳大學總醫院在微信公眾號發布消息說 該院神經內科一週內接收了數十例腦炎患者 最小的只有20多歲 廣州中山三院醫生拍攝視頻披露 近期接診不少染疫腦炎患者 一名患者三分之一的大腦被病毒感染 屬於急性壞死性腦炎 這種腦炎的死亡率比白費更高 還提到染疫引發的腦炎有兩大預警 一個是精神狀態持續變差 甚至昏迷 還有一個是癫痫發作 四肢抽搐 口吐白沫等 中共在上個月初放開防疫後 疫情大面積爆發 不少民眾染疫後出現頭暈 犯迷糊 記憶力衰退 反映遲鈍 精神不濟等症狀 質疑是病毒侵犯大腦留下的後遺症 中症以後 現在我腦袋蒙圈 腦子腦袋清醒 我前進功能也在障礙了 做了幾次中醫治療效果也不算太好 一種熱船 今年夏天游泳游1000米 現在我估計游200米都游不了 我自己也明顯地感覺到了後遺症 這段時間在暈暈暈暈的 我老師頭暈抵查 或者坐起來的時候頭暈 眼前發揮貼型的症 武漢市民高先生透露 官方數據全都造假 染疫後出現的各種相關後遺症 不會告知老百姓 他的鄰居染疫後白費住院 同一病房 一下子死了五個人 都不能說出去 醫生也不能寫染疫死亡 除了病毒性腦炎患者增加外 中國各地二次感染者明顯增多 並引發了腹瀉O2等消化道疾病症狀 而腹瀉一般被認為是感染XBB變種病毒的典型症狀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雄斌陳傑採訪報導 在中國 大量染疫的患者出現了重症的白費現象 近日 加拿大居民張先生向記者講述了國內輕人在染疫後 重症白費命懸一現 但靠著誠心默念九字真言 最終轉微為安 中國疫情海嘯般擴散 大量染疫患者出現了肺炎重症 白費 死者俱增 近日 加拿大居民張先生向媒體講述了 國內親人染疫 重症白費命懸一現 靠成年九字真言轉微為安 2022年12月27日 加拿大多倫多的民眾張先生接到國內親人的電話 得知堂哥在重症搶救 白費面積95% 醫院下了病危通知 親人們趕到醫院做最後的見面 當天 家人們給張先生撥去了視頻 張先生從視頻中看到奄奄一息的堂哥躺在病床上 帶著呼吸機 他告訴堂哥誠心念九字真言 張先生也鼓勵他的家人 讓他們不要絕望 張先生也鼓勵他的家人 讓他們不要絕望 總之你就鼓勵他 提醒他 跟去補回的事情 好好的領九字真言 九字真言是宇宙特性 他釋放的信息 會吸引到高級生命的注意和能量的加持 就像給民意在跟病毒作戰中在那自恩怨一樣 在醫院守護的親人 都一直幫病人念誦 過了一、兩天 張先生收到消息 堂哥轉微為安 這件事讓當地醫院感到震驚 承認法輪大法好 真善人好 九字真言的奇跡 同樣發生在張先生的其他親人身上 新唐人電視臺 加拿大多倫多記者站報導 無論在如何艱苦的環境裡 仍然要堅持信神 旅美中國人權律師吳少平 在拜讀李洪志先生 為什麼會有人類一問候獲得這樣的啟發 他表示 這篇文章告誡世人 要積德行善 起敌人心 吳少平說 拜讀李洪志先生的這篇文章後 感觸較深的是 文中提到了 新天瑜是絕對純淨美好的 那麼人類如何才能回天呢 他的理解是 無論環境如何 都要堅持對神的信仰 我們無論在什麼樣的一種艱苦的環境裡面 仍然要堅持對著這種信仰 面對這種瘋狂複雜的這種世界 仍然要記得 我們應當要繼續信神 這個世界是神創造的一個世界 不能因為這個 有這些無神論啊 進化論啊 包括我們能在生活當中受到這種苦難啊 然後放棄對神的這種信仰 你要得救的話 你就得信神 吳少平表示 李洪志先生這篇文章 讓人們受到啟迪 懂得自我反省 會很大程度的就會讓我們去對到自己的行為 去反省自我 通過這種反思來 讓自己呢 自己在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 追求事業的過程當中 對於未來一個人保持一種信念 這是一個 第二個呢 要知道自己所要往的路是什麼 我覺得這一點的話 這篇文章裡面 都給了我們這樣的一種 一種一種啟花吧 吳少平說 他也從李洪志先生這篇文章中受到激勵 我們正在經歷一種苦 離開自己祖國的苦 離開自己 自己國內親人的苦 但是我們 仍然要保持自己的這種 對存在美好的一種世界的一種向往 對美好中國的一種向往 在經歷的環境中仍然要予以繼續的堅持 並且保持自己的善念不變 吳少平對李洪志大師表達由衷的敬意 他帶領如此多的信徒 去追求自己的這種真善忍這樣的一種信仰 而且像是能揭露中共的醜陋和罪惡 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來講 法輪功權力所提到的這個作用來講 沒有任何一股力量可以超越的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陳傑 長春 李佩玲採訪報導 中共近日宣稱 一個多月以來 只有近7萬人因新冠病毒死亡 本臺記者就此向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的 發言人科比提問 科比表示 中共對疫情一直在隱瞞 中共施錫這價值 中共施錫這 anci您的病毒死 一直在1930,000火候 上前期再莫的週追求 在這期內 對著當中間的新冠病毒死亡 包括現在有70k 中共施錫這新冠病毒死亡 中國施錫這院 中共施錫這段 我們穿 наши ин尊敬 砍 關於熟病毒的 他們的為國際性 中共当局对疫情的相关数据一直在大力隐瞒 所给出的数据难以服众 而且三年间中共对中国民众坚持严格控制着信息的流通 让外界更无从得知真实的疫情情况 美国和世界的各国政府以及世卫组织都已经多次对中共的数字表达质疑 并且要求中共公布真相 新唐电视台记者陶明 美国白宫报道 接下来请看一组新闻简讯 十年来最强寒流 日本大选超过300航班停飞 中国13省气温重新低 北京低至摄氏-16.7度 美中院中国特别委员会考虑到台湾开会 欧洲议会委员会通过晶片法要与台湾 美国 日本 南韩晶片外交 1月24号晚 美国神韵环球艺术团在荷兰路特丹新卢克索剧院进行了首场演出 全场爆满名流云集 来自医学界的精英人士 盛赞神韵如艺术品一般美妙 但令大家远离世俗 沉浸在美的享受之中 Ik vond het heerlijk echt eventjes wegdromen iets heel anders gewoon druilig ellendig weer buiten en hier vrolijkheid kleur gewoon echt even iets heel anders ja ja ik vind hem indrukwekkend ik vind de kleuren mooi niveau van de dans vind ik goed en hoog en het enthousiasme van de dansers ook en ja we gaan heel graag naar het theater want we gaan vaak ook naar de opera en dergelijke maar ik vind het een heel hoog niveau ik geniet heel erg ja het is absoluut fantastisch een kunstwerk de combinatie van esthetiek van een prachtig verhaal van een prachtig oud verleden wat ook weer in het nu is plus zo'n gepassioneerde professionele danstechniek en gevoel erin ja echt fantastisch ja ik vind zoals ze dansen daar ga ik helemaal van uit mijn dak ik vind het prachtig met die sprongen en dat opspringen ik hou daarvan en ik vind het ongelooflijk knap gedaan groot respect zie je ook van kleuren en alles eigenlijk het was gewoon af en die achtergrond is ontzettend leuk het is echt ontzettend leuk gevonden en heel leuk ja echt prachtig een deel van de boodschap die ze natuurlijk willen brengen is waar staan we nu met elkaar in het leven en verliezen we elkaar niet al te veel uit het oog en het gaat soms om de kleine mooie dingen die je met elkaar hebt dat steun ik wel dat geeft het leven show het maakt het harde werken en het de alle politiek en toestand in de wereld gaat naar de achtergrond en je geniet gewoon van iets verschrikkelijk moois en dat gunnen we ons zelf en elkaar en dit vanuit de chinesse traditie de prachtige brug naar vrede moet ik zeggen iets dat ik niet eerder gezien heb iets spectaculaires iets moois ik zou zeker aanbevelen volgende jaar om mensen om ook te gaan ja een must 新唐人電視台记者 Selviel,正同 格蘭,路特丹报道 水下作业大队精实訓練 陸海前匠斬专业战力 欢迎回来 来自台湾的消息 军事新闻通讯社 1月25号 报道海军水下作业大队 执行任务的情况 要成为这支专专业部队的一员 必须具备水泄专长般的 捷训资格 除了国军三项体能 达85分以上 还要在27分钟内 完成1000公尺挖室 还有潜涌达30公尺以上 其他各阶段水下技能监测 也都要达标 水下大队的工作 包括平时清洁军舰船底 检查车业大轴 并负责海军船舶海难救助 与水中未爆弹处理 例行在军港和营区内的 深水泳池训练 是他们的家常便饭 并不是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 就是一定要整个团队互相合作 传递讯息 传递工具 才有办法顺利地完成 队员要戴上潜水头盔 操作水中推进器 及水中作业器材 岸上的人则操作潜水控制箱 进行水中排除障碍物的训练 讲求平时强化专业技能 及紧急应变能量 维持随时都能接任务的状态 我认为既然选择军职这个职业 毕竟跟外面的工作不一样 还是要有一份认知 就是国家需要你的时候 你就要出动 这个是最重要的 新唐人亚太电视综合报道 下面再来看到今天的财经100秒 南韩2022年第四季GDP下降0.4% 创下2020年第二季以来首次衰退 南韩财政部长透露 为了提供出口商强而有力的支持 政府将寄出减税等措施 被制作半导体业风向球的德州仪器 遭于2020年来首次营收衰减 得以高层透露 去年第四季取消订单的情况增加 并预期由于客户倾向消减库存 本季需求下滑的情况 肯定比季节需求下滑更疲弱 美国科技巨头IBM周三宣布裁员3900人 约全球员工的1.5% 但IBM表示仍希望在增长强劲的部门招聘人才 IBM这次裁员规模占全球员工的1.5% 科技大厂微软上周宣布裁员1万元 微软24号盘后公布财报表示 云端事业Azure本经营收成长速度 较上一季放管4到5个百分点 新唐元亚特电视整理报告 枪杀案阴霾笼罩 心理咨询师谈心理创伤疗愈 加州警戒接连发生枪击案 不仅给当事人留下难以抹灭的伤痛 也让普通民众心有余悸 对于这类重大事件造成的心理创伤 男家心理咨询师分享了疗愈方法 根据枪支暴力档案管的数据 2023年才开始不到一个月 全美范围内就发生了40起大规模枪杀案 从业30年的心理咨询师赵嘉宇表示 这些重大事故的受害者 有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生理和心理反应 轻则焦躁不安 胃口不佳 失眠 重则有轻生的念头 这与自身抗压能力和自愈力的强弱有关 特别是他在现场 然后他自己存活下来了 他会有很严重的 很强烈的一种罪恶感 这种所谓的就是那种 survivor's guilt 他会觉得说 为什么我活下来了 可是我朋友被牺牲了 那有没有可能 我当时是可以救他一命的 所以有些人会有这种强烈的自责 他建议如果受害者的悲伤情绪 以严重影响日常生活 则需及时就医 像比方说今天他失去的是他至亲的人 那还有可能这个症状要拖上个几年 不过通常第一年是最困难的 你今天不管是他的生日也好 或者是节庆也好 或者是什么纪念日也好 你都要走过第一遍 等于就是要经历 你第一次没有对方 那接下来像有些人 还有参加这个宗教信仰的这些团体 然后他自己本身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抒压的管道 那这样子的人的话 对他来讲来寻求心理方面的帮助 这个只是一个辅佐的一个工具 同时家属也扮演重要的角色 需要给予受害者足够的关心 我们看到我们身边的人在受苦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种强烈的这种渴望 想要让他们去脱离苦海 所以我们可能会变得就是很迫不及待的 想要把他们拉出来 也许劝他们不要想那么多 应该这个很感激 你大难不死 这个必有后福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是这么出于好意 这些建议反而会让这个当事人听了 会觉得说好像第一点觉得不被了解 第二点好像我的这个症状 好像给你造成麻烦 好像变成是一种负担 那有些人可能就他就说口不谈了 他表示家属应该陪伴倾听当事人 鼓励他们外出散心 而适当的运动 清净大自然 也能帮助他们从悲伤中走出来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博元 洛杉矶采访报导 林书豪返台 正是加盟高雄时期直播钢铁人 欢迎回来 曾在NBA掀起零来风热潮的台语篮球明星 林书豪返回台湾发展 并选择加盟高雄时期直播钢铁人 林书豪是NBA有史以来 第二位毕业于哈佛大学的高材生 2019年随着多伦多暴龙 夺下NBA总冠军 同年8月离开NBA 加入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CBA北京首钢 在去年9月加盟CBA广州龙师 同年12月离队 而高雄钢铁人球团表示 林书豪认同钢铁人推广的大南方计划 有助于改变台湾蓝坛多年来南北失衡的状况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江迪亚综合报道 全球经济不乐观 玩具市场也遭迟雨之灾 不过有一类玩具 去年的销量暴增三成 一起来了解 一只皮卡丘正在英国最大的伦敦玩具展上 欢快地跳跃 另一只突然出现的迷你皮卡丘 让它兴奋不已 跟专为儿童开发的玩具不同 这些柔软可爱的毛绒玩具老少通吃 小孩拥抱求安慰 大人柔捏能输呀 市场分析公司NPD统计 2022年全球玩具市场萎缩三个百分点 但毛绒玩具却易均突起 销量骤增29% 仅在英国 毛绒玩具市场的容量就高达36亿英镑 约折合45亿美元 每年英国售出的毛绒玩具多达3.4亿个 平均售价约为10.54英镑 正式抓住了消费者的心理 去年销售成绩单最亮眼的 毛绒玩具是这种光溜溜 却异常松软的抱枕式玩具 为了打动消费者 各家厂商的卖点也不同 有的商家打出环保的口号 用回收塑料制造毛绒玩具 也有的商家从造型上下功夫 不知道您是喜欢哪一种呢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仁浩综合报道 在节目的最后 我们来关注一下 在大纪元网站上 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情况 截止到北京时间 2023年1月26日 公开声明三推的总人数 已经达到4亿0760万3025人 前一天的声明人数为29,761人 以上是今天的环球直击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